一見強風吹來 圍在新建廠房外的鷹架 直接坍塌 現場發出噼哩啪啦聲響 大大小小的鐵架和層板 全都淡落地面 可怕的公案意外 發生在雲林斗六福茂科技公司 傍晚一場狂風 咒語造成意外 陸籍民眾說當時的風雨 比颱風還可怕 現場派出六輛消防車 六輛救護車出動三十八人 前往搶救 出事的工地是斗六福茂科技 新建中的第五場 預計年底完工 週末假日沒有施工 但員工有上班 當時才準備下班 不出場區 就遇到可怕的陰價坍塌 意外造成兩死三傷 縣府勞親處 也陪同職安署人員到場 瞭解情況 他們會針對這個施工場域的話 做熱力停工的一個動作 那後續的話會針對於 是否違反相關的職安法的部分 那會最高會裁罰三十萬有 陰價怎麼吹了 就倒有沒有固定勞庫 目前工程勒令停工 若有違反相關規定 就會開罰 包含縣府以及勞親處 都得了解事發經過 釐清相關責任 民視新聞許嘉誠 蔡聰林 雲林報導 更多精采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 爲候群 記錄 民視新聞